首先这些喷传统武术的人 愚昧无知没有文化 没有传统武术 哪来的现代国际 你不能娶了媳妇 忘了爹娘啊 如果咱要跟这搬杠 咱就搬 可这就搬吧 你说战力格斗 还是说综合格斗 哪一个和现代 和传统武术没有关系 还是三打 回到我刚才的话 传统武术尽管有那样或那样的不足 我们作为后辈的 是要弥补他的不足 发挥他的优势 把他发扬广大 这是大的方向 我们要懂得检查自身的问题 为什么说传统武术老是被喷 传统武术他自认为自己能打 上去给现代链搏击的老是被别人干 为什么 因为他不懂得与实际运 固守这个老一套的观念 不懂得循序渐进 人家都开着跑车在那跑呢 他还开着个老爷车在那 咕噔咕噔咕噔在那晃 所以我刚才回到我刚才的一句话 去其糟粕流其精华 我们取长不但把它发扬广大 这才是我们 我们要对中国传统武术的诠释 你别说你现代搏击你是天生生涯来的 对不对 没有传统武术哪来的现代搏击啊 现代搏击是什么 是不是武术 你如果不说不是武术 那它是什么 竞技赛是吗 那你就别给我唠唠唠唠唠实战 所以说 这些能喷传统武术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太极是什么 是一个庞大的运动体系 里边不单单是有技机 为什么说 太极拳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误导 这么多 所谓没有智识智商的粉丝们 说太极拳不能打了 因为一些招摇撞骗的人 没有功夫的人到外面 胡乱去蹭热度 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 你觉得太极拳还会被贬低吗 太极拳的核心是什么 抓拿摔滑打五种并用法